回到新聞現場來看到網路上熱門話題 這是YouTuber所發起的 羅馬競技生死鬥遊戲 最近宏敬大學校園 有九所大學已經排定賽程 廣場上年輕人圍成一圈 兩名年輕人換上羅馬戰士裝扮 玩起羅馬競技生死鬥 遊戲以炮二紅迅速宏敬大學校園 我這是退群的打法 以官藥手為劍 手臂為盾 比賽還有一套詳細規則 先奪十分者就獲勝 疫情過後大解封 中部地區已經有九所公私立大學 排定賽程 活動規模越辦越大 其中昭華建物科大大業大學 都在六月份舉辦 學學生越玩越有心得 還有人自製道具 讓遊戲更加有趣 我覺得爽 很累 很好玩 然後很開心 我們玩這個活動一 就是基本上安全為主 這個比較好玩 不過因為有學生在比賽時 拿著尖熱的道具 為了避免同學受傷 因此校方決定將比賽納入管理 態度上面我們就是說 願意讓他們多嘗試活動 但是呢 在防範的措施上面 要更加的要求 就是包括像我們有戴帽子 有戴護目鏡 由於比賽屬於自發性參加 萬一發生事故 責任不是學生所能承擔 因此校方納入管理後 國林參賽者一律戴上安全帽 手錶配件一律不准佩戴 學生會也會替學生投保意外線 不讓學生全憑一股熱血上戰場 接下來的帽子彰化 差不多